这是我们学校大门门口的电影院 小区间奶茶店 大小超市都挺齐全的 正门左转的就是我们的小医院 新生入学体检就在这弄的 一句长的感冒发烧什么也是来着 当然小科学妈妈课堂也可以从这里开始 现在所处的就是咱们学校的特色之一 夏城市广场 然后仍如其名 它就是夏城市的广场 我有幸见到过一次他们在这跳舞 很壮观 这美楼是新闻传播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外国学院和渔科部上专业课的地方 这就是法学院 这栋建筑的另一面呢 这是经济学院 管理学院和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学部 这是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 以及校园外里头蘑菇宇的教学楼 这个旁边就是大学生实践创新中心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加入的是系统设计工作室 工作室属于软件开发类的工作者 但不均与专业 不仅可以开发自己的心机 还可以时不时地跟前辈们出去打比赛 喜欢开发社区内的同学 欢迎你们加入 身后的这栋建筑就是刚建完的文科楼 下学期应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栋楼又名公教楼 所有的公共科基本上都在这边上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是情理楼 多数的实验室都是在这个地方 像我的专业是需要做实验的 大多数也是在这栋楼上完成的 这是格务一号楼 南楼是深科院 北楼是化工院 相关专业的老师的办公室都在这里 少数的实验室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是动物医学专业的 然后我也是在这里报到的 格务二号楼 南楼是教育科学乙族学院 北楼是土木和电器学院 计算机课和英语课都是在这栋楼上进行 英语的四级六级和计算机二级呢 也是在这栋楼上进行考试的 这是芝芝楼 学长学姐们通常称之为数据楼 是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经常上课的地方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学校的后门 然后学校的后门的侧边 有非常多的小吃店 小堂 还有一些 我们常用的一些快递站的一点 我们平时取快递都可以来到后门的这边来取 在这边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后门的帅篮球场 它也被称为前场 我们平时学习完之后的科学生活 可以在这边打篮球 当然现在你可以看到 在中午的时候 也仍然有非常多的学生在这边打球 这个地方呢就是学校的洗衣中心 它的一楼是洗衣房 当然可以洗鞋子什么的 二楼是美容啊什么的 美发的地方 三楼的话就是洗澡的地方 洗衣中心旁边有一个学生超市 里面有很多日常必备的生活用品 包括零食之类的都可以买到 产品非常齐全 可以在我们洗漱之后的这个时间里 去买一些想吃的啊想玩的东西 当然超市旁边这边有一个水果店 水果店的水果也非常的新鲜 都是当地的水果 当然超市里面买不到的那些新鲜水果 也可以在这里面买到 我们从洗衣中心出来向南走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做出位置的 室外网球场还有室外篮球场 相结合的一个室外运动场地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打网球还有篮球 然后我们上这边看就可以看到篮排馆 篮排馆呢是体育学院的日常训练中心 当然也有其他学院的体育课是在这里上的 在篮排馆和室外训练场地的甲甲的中间呢 是民康体育场 民康体育场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建立物之一 它也被称为小鸟巢 是因为它的外型护刺北京的鸟巢 我们现在位于民康体育场 也就是小鸟巢的场内 民康体育场作为民大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日常被我们用于校内体测 校内的大型活动 以及各种校运会的主要场地 当然它的周围遍布了非常多观众席位 当然我们的大一新生 在我们进行军训结束的文艺会演中 也会在民康体育场进行 这个地方也是承载很多回忆的地方 大一到大四的很多运动 我们都可以在民康体育场进行 场出来呢我们一直向前走 就可以看到这儿的刘香师傅 这就是大众一大众二的所在处 然后他们的背面呢 是我们学校的清真食堂 清真一 清真二 清真三 都在这一栋楼里面 我们学校一共有十个食堂 五个清真五个大众 其中有五个都在体育场的对面 方便大家可能在运动 饿了之后过来买点东西补充能量 这儿呢就是校车的后车处了 从这儿乘坐校车呢 可以往返于本部与渔庄校区之间 这些都是带发车的校车 这儿呢就是女生宿舍四合院了 当然不是北京那个四合院 这个四合院只是四栋楼围在一起 这儿就是四合院进来了 然后这边呢是学生超市 然后这边 这边是水果店和校园的打印店 还有身后的这些快递柜 总之生活很方便 我身后呢就是金安居了 金安居是教职工宿舍 它的对面呢就是清真四五食堂 就在那儿 我们过去看看 这儿就是清真四食堂 然后往上是清真五 这是其中一个门 另一个门在对面 在那边 这儿呢就是雨瓶馆 顾名思义就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主要活动场所 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的人在这儿打球交友 这儿呢是明媚体育场 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在这儿 在傍晚的时候来这儿跑跑步踢踢球什么的 然后身后呢就是武术体操馆了 这个地方呢如果有选修体育课 有选修武术的武术这门课的学弟学妹 以后可能上课就是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文字幕志愿者 杨文字幕志愿者 杨文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文字幕志愿者 杨文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文贵